今天很難得能夠邀請到我們的賴前院長 跟大家一起同歡 那說法案在這三年多來 舉辦非常多的親子活動 最主要是希望 假日的時候讓我們的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走出戶外 一起在公園一起遊玩 最主要就是讓我們的孩子 跟我們的爸爸媽媽有更多的相處的空間 在這邊也感謝所有的家長 在假日的時候願意帶著小朋友一起出來 那也感謝今天的小朋友這麼乖 然後聽爸爸媽媽的話 那也要這邊感謝所有的家長的小朋友 也感謝所有好朋友長期以來對修房的支持 那這三年多修房在立法院 不論是在衛環委員會或是在教育委員會 那我都盡全力為我們的彰化爭取更多的經費 回到我們的這個彰化 回到我們的各校 那希望我們孩子不論是在學校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也希望我們的孩子平常就能夠在一個愛的環境下長大 在這邊祝福所有的家長小朋友 有一個美好的午後祝福各位謝謝 我們那個小時候 那我們大概只能夠吹個別的泡泡 沒有像這樣玩泡泡派對 那我們跟修房阿姨感謝好不好 掌聲給他感謝一下好不好 修房阿姨舉辦泡泡派對或是圓優會 甚至於兒童劇場 這三年來已經超過50場之多 目的是希望各位小朋友跟爸爸媽媽有機會 有一個好的場所可以來做親子的互動 這個就是做媽媽的委員的用心 那我們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來參加這個活動 回去之後能夠更加的聽爸爸媽媽的話好不好 好好不好 做一個聽話 用功練書的小朋友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之所以來到彰化 主要是因為我要跟各位爸爸媽媽 各位小朋友 各位父老鄉親報告 黃秀芳委員 是國會貧賤優質的立場委員 這非常不容易 因為有100多個委員彼此在競爭 那主要是因為黃秀芳委員 堅定的捍衛台灣本土的價值 以台灣為優先 那同時呢對彰化縣的各項重大建設 爭取不遺利 剛剛記者有問我這個鐵路地下化 鐵路高架化 台南四四鐵路地下化 我們鐵路高架化 黃秀芳委員 一步一步去推動 這個是彰化縣重大建設的好消息 那除此之外呢 黃秀芳委員 即使他是一個教育的立員 我剛才已經有跟大家報告過 可能是因為他是媽媽 特別重視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我到立法院 接受黃秀芳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對教育的堅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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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